非手术治疗 非手术治疗 我们有一个口诀 ABCDEF AASPRIM 亦是抗型血的药物 亦是抗血小板凝固的药物 现在有新式口服的抗型血药 可以帮助到减轻周边血管疾病的程度 另外,我们的治疗目标 除了帮助脚外 亦希望全身有心脏病或中风的机会 亦会减低整体因为血管病而死亡的风险 B是Blood Pressure Control 即是控制血压 如果病人有高血压 就要吃高血压的药物去控制 C是Colesterol 和Cessation of Smoking 即是控制胆固醇和血脂 有些药物可以降低胆固醇 Cessation of Smoking 即是戒烟 Cessation of Smoking Diabetes 即是糖尿病 如果有糖尿病的人 就要控制血糖 吃一些口服降血糖的药 甚至乎打胰島素 Cessation of Smoking E exercise 即是做多些运动 除了做手术之外 我们做多些运动 亦可以激发到多些血管增生 可以多些血供应 所以做运动也很重要 每天30分钟 起码30分钟 一个星期三次 这样才是理想运动计划 F就是food care 就是要治理脚 因为很多时候 这些病人都会有糖尿脚 或者不够血道 如果夸旋了 就很难痊癒 所以剪指甲要小心一点 避免踢脚 有伤口 这些都是我们治疗的一部分 如果要预防复发 其实我们刚才说过 我们控制高危因素 例如刚才所说的六个点 例如一些药物 例如阿士匹尼亚 或者一些新式口服抗型血药 控制血压 胆背醇 糖尿 不要吸烟 多做运动 护脚会更好 这些都是减低复发的机会 除了减低复发之外 亦可以避免有其他的血管疾病 例如中风 心脏病 或者血管瘤 或者血管撕裂 这些都可以透过 我们控制高危因素 去减低它 之后因为血管病 而过身 或者要折肢的机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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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